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自出道以来 所有的公开认爱的男艺人同样都是知名的顶级男艺人 包括说李炳宪 玄斌以及宋仲基 2018年 宋慧桥与玄斌因为出演韩剧《他们的世界》相识了 一年之后公开认爱 与2011年双方已形成忙碌的理由任分手 2016年 宋慧桥与宋仲基合演超夯韩剧《太阳的后裔》传出恋情 这事之后 双方都一致否认了 怎料在2017年两个人突然之间宣布了闪电结婚 虽然突如其来的喜讯震惊了广大的群众 但是同时也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与祝福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这对被演影圈内外各界人士很是看好的宋慧情侣 他们俩的婚姻却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 就以离婚的悲剧收场了 距离宋慧桥CP离婚至今 他们已经过了一年多左右了 宋慧桥似乎也只专注于冲刺视野 玄冰则在热门的韩剧《爱的破将》里 与孙玉珍因为亲密且自然的互动 却了不少的CP粉 稍后也被派到了一同逛超市 而传出了恋爱绯闻 可惜双方都一致否认了这个恋爱说 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 就在近日居然有网友爆料 宋慧桥貌似悄悄地与前男友玄冰复合了 更通过了宋慧桥与友人的IG上 揪出了以下五条关切线索 证实两个人复合的证据 不过两个人都没有对于传闻作出回应 小编现在就带你们一同去围观吧 证据一和寻冰工作多年的造型师 日前突然关注了宋慧桥的Ineas账号 虽然小编个人觉得这个证据比较的弱 毕竟每个人都有关注明星的权利嘛 加上宋慧桥近期拍摄了不少的杂志画宝 得到了不少的正面评价 造型师的工作关注时尚艺人也是不为过的 证据二 宋慧桥于5月6号在Ineas上面上传了 树林照片和玄冰11号的广告图 拍摄地是非常相似的 被网友推测 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了一个地方 虽然小编是看不出这个树林照片和玄冰广告拍摄地是同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实际上的巧合难免会引起遐想 证据三 宋慧桥近期和好友的合照当中 项链上疑似是字母H和S 推测是玄冰和宋慧桥的名字的缩写 证据四 念缘朴帅梅在个人爱意子上面发了玄冰和宋慧桥主演的2008年播出的 他们生活的世界里的原生带歌词的截图 并且发文写下 这艰难疲惫的感情 引来了宋慧桥在底下留言说 姐姐呵呵引发了猜想 证据五 玄冰在拍摄爱的破将的花絮里 拿着手中的草不断的问工作人员是不是传说当中带给幸运的四叶草呢 虽然工作人员否认了 但是他还是把他们夹在了剧本里 乔妹也在不久前在爱意子贴出了三叶草的照片 或许也是巧合吧 但是也被网友们列为了重局之一了 宋慧桥和玄冰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而认识 期间也一直被传出了假戏真作 两个人在2009年任爱之后 2011年分手了 玄冰至今公开承认的恋情只有宋慧桥和江苏拉 对于宋慧桥和玄冰复合的消息 也有人期待并且献上了祝福 消息传出之后啊 此话题便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和猜测 没多久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 然而网友们的看法却各有不同 有些网友表示祝福 有些则反对的 有些网友更是认为 这是在炒作的一种方式 也有网友替宋慧桥的前夫打发不平 留言道 莫名的有点心疼宋仲基 若稍微用点理智角度去思考 其实啊 这些线索都不足以 以直接的证明 他俩是否是真的究竟不然 那么这件事情究竟是 粉丝们挠不出来的 无中生有的猜测 还是无风不起的浪呢 看来啊 真相也只有他们本尊知道了 我们也只能够坐等消息了 日前宋慧桥在社交平台上面 晒出了一组刘亚人 挑衅灰等人出席电影 Eleaf 首映里的现场照片 宋慧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这部电影 从照片的角度和迁徙度来看啊 宋慧桥似乎是亲自到场 为好友送上了祝福 不过无论是宋慧桥本人 还是当天在现场进行拍摄的媒体 都没有上传宋慧桥登台的将冠物料 这似乎也表明了宋慧桥当天啊 只是低调现身 并未正式的露面 除了玄冰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此前宋慧桥曾经与刘亚人传出过绯闻 但是如今他愿意公开晒照支持对方的电影 似乎也表明宋慧桥无惧绯闻 但是在宋慧桥已经现身电影首映里的情况之下 却又不愿意露面 也是让人想不通的 甚至还有网友认为 宋慧桥有必战迷章的嫌疑 关于宋慧桥和刘亚人之间到底是好友还是真的有情况的讨论呢 也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宋慧桥的粉丝们啊 却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粉丝们认为宋慧桥既然愿意去电影的首映里的现场支持刘亚人 就表明他问心无愧 毕竟宋慧桥不是电影的主角 但是他的人气和话题度却很高的 所以宋慧桥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不想抢了好友 刘亚人和朴欣慧的风头才选择低调处理的 粉丝们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更有说服力的啊 毕竟就在宋慧桥和刘亚人传出诡文之后 他们都火速的出面成亲了 而宋慧桥的前夫宋仲基也与刘亚人有着深厚的友谊的 三个人呢还曾经多次一起聚会 所以如果说宋慧桥真的想要和刘亚人在一起的话 那么恐怕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如此的和谐了 不过目前宋慧桥方面呢还没有出面回应 为何这一次明明参加了Unleaf首映里 但是却没有登台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太早的下结论嘛 但是有了宋慧桥的支持 Unleaf的关注度呢的确又变高了 原本这一部自带灾难片属性的电影 在开始预售的当日就排在了预售榜单的首位 预售官员人数达到了7万人 而有了宋慧桥的力挺之后 这部电影的讨论度和热度呢也是持续飙升啊 相比于说2019年的现象级的灾难片 极限逃生 Unleaf的期待值似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与极限逃生不同的是 这次Unleaf的故事算是与当下的疫情等问题一一对应的 刘亚人以及朴信辉的演技实力和口碑 显然也是更受认可的 在刘亚人朴信辉等主演们的号召了大半个韩国娱乐圈为起打扣之后 这部电影呢也算是在没有正式上映之前就已经率先出圈了 2020年的电影视场一直都不太景气 上半年上映的大部分影片都没有能够创造票房佳季 这一次刘亚人和朴信辉强强联手 也是被寄予厚望的 如果说他们能够顶住压力 获得更多影迷的支持的话 或许有可能会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好成绩 不过类似题材的影片每一年都会有很多 虽然这一次的影片的内容呢算是跟进时事 主创阵容呢又是无比的豪华 但是如果说Unleaf没有能够让观众感觉到有新意的话 还是很难脱颖而出的 目前影片还没有正式上映 我们不妨期待一下后续的评分吧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啊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